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1月18號0.00分 看一下真的是0.00分 然後又是一個禮拜的開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先感謝一下這個Ghost 借我這個九紅家具的這個盧克雷蒂亞 那之前的這個影片 我有錄過 不過當時就是 簡單錄一下 那九紅的這個盧克雷蒂亞 盧克雷蒂亞其實修改過多次 那其中一次的修改的不是這一次 是上一次他就有改了 就是這個加劇 我們來看一下九紅的加劇 當盧克雷蒂亞釋放兩次必殺技之後 毀滅之炎會產生更強力的火焰 然後火焰不再消失 且受到火焰傷害的敵人短時間內無法釋放必殺技 那個時候我就是測試就是說 那基本上如果說這個敵人只剩下一隻 盧克雷蒂亞 因為他放了兩次必殺技之後 這個毀滅之炎只是一個普通的技能 那他身邊就一直環繞了這個火焰 因為你看火焰不再消失嘛 這個是九紅加劇的特性 那他在專心打的那個敵人呢 短時間內無法釋放必殺技 短時間 可是因為說如果說只剩下一個人 那盧克雷蒂亞一直靠近他的話 那基本上火焰一直燒 短時間無法 這個 無法釋放必殺技 那就一直一直不能不能放必殺技這個樣子 好那總而言之就是說 如果說是單打PK的話 盧克雷蒂亞 我覺得應該 應該可以算是全角色前三吧 因為你想想看 當盧克雷蒂亞開了這個 兩次大招之後基本上 他只要靠近你呢 他本身是可以 降低這個 這個對方的攻擊力的 因為他鎖定的那個目標 看一下 現在還是有這個招式嗎 看一下 應該是這個追殺期間嘛對不對 追殺期間敵人造成 這個是修改過後 原先是說 追殺期間敵人對他造成的傷害下降50% 現在是變成說他追殺期間這個敵人造成的傷害下降30% 雖然說這個傷害降低但是這樣是比較好 因為當時是 那個人打盧克雷蒂亞是下降50% 只有針對盧克雷蒂亞而已 但是現在這次修改就是說這個 他追殺那個敵人呢 他造成的傷害會30% 也就是說他對所有 所有的這個 我方的這個友軍 都會有這個生效 而不是只針對這個盧克雷蒂亞而已 那 追殺開始的前5秒 盧克雷蒂亞 這只有前5秒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 我們就來看看 這是我打的一個小記錄啦 雙魂女耀 雙魂女耀基本上就是 怎麼樣控制他的大招 是一個基本功嘛 所以我們看到呢 不論是 改版怎麼改喔 說著說著盧克雷蒂亞就出來了 真的有盧克雷蒂亞 原先的這個 這個打法幾乎上都是上埃茲嘛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埃茲如果說控場 一秒控制好之後呢 這個 那個什麼 女耀他就會進入這個無敵喔 因為這個有護盾嘛 護盾之後呢就漫天飛雪 然後亂七八糟 這個我沒有很研究 反正就是只要埃茲的這個 控場後沒有控好 就會出狀況 那還真的這麼巧 我剛剛還在講這個盧克雷蒂亞 第一名就出現了這個盧克雷蒂亞的打法 好那正好 那基本上呢 我的那個測試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這個戰鬥紀錄 好那在這個戰鬥紀錄不是高傷 就是在講這個盧克雷蒂亞的這個 酒紅家具的特性 好基本上呢 他就是跑過來嘛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女妖都不會受到影響 好這是開第一次大 女妖還是一樣 盡情的放他的招式 好開第二次大 然後你看 好身邊的火焰出來了 注意看這個時候呢 已經是第二次開大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女妖他身上已經是 處於這個 無法釋放必殺技了 好 因為他現在就是 一直被這個盧克雷蒂亞燒到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戰鬥 到結束為止呢 基本上女妖都放不出大招 所以可以看到 現在可以看到說這個 雙魂女妖的動作 就會變得非常的單純 就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說呢 如果說有盧克雷蒂亞九紅的話呢 那基本上 打王的話 就可以不需要埃茲了 但是埃茲還是有好處啦 譬如說這個 他在場上 全體回能可以增加 但是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呢 現在 我正好想要這個 說明這個 九紅的盧克雷蒂亞 第一名就有這個 九紅的盧克雷蒂亞這個打法 但是呢 對我來說呢 我可能還是要用這個 埃茲的打法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怎麼講呢 我覺得 我覺得末日敬衛還是很重要 所以說 一次只能上一隻傭兵 那我當然是選擇上這個 九紅的那個末日敬衛啊 好 那來看一下索羅斯 索羅斯是 炎威之斬 然後末日敬衛 末日敬衛是 這個 這個是用戒的 我也不能控制 然後 雙子是 浩角 然後 啪啪熊是 炎威之斬 然後這個埃茲是 這個 浩角 所以我大概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跟著擺吧 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剛剛那個隊伍 好擺上去 先確認一下裝備 有沒有照著裝 裝隊喔 這個 唉唷 這邊 這個裝錯了 稍等一下 都是 炎威之斬 不過人家那個是 炎威之斬是五星的啦 我這個才四星而已 好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還是照著裝就好了 然後這個 啪啪熊 這個可能還是要改一下 雖然說可能影響不大 但是我覺得裝個極速 極速應該就可以了吧 然後雙子是浩角嗎 好雙子都是對 然後再來是 埃茲也是浩角 OK好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紀錄就沒有什麼好看了 如果是莫塔斯的比較好看 如果是這個的話 我覺得我覺得就 就應該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好我們來解解 那個 每兩天的這個日常功課吧 啊這個的話可以看到說這個 其實就是 大家打都有經驗嘛 只要埃茲一個沒控好的話 基本上就會翻盤了 可是如果說你有九紅盧克雷帝啊 你也有九紅的這個末日的話 我覺得會更 怎麼講呢 這個打出來的這個傷害會更穩定喔 因為呢你完全不用考慮說 控不控得住 這個你要 因為剛剛可以看到就是說 九紅的盧克雷帝啊 他不斷的這個靠近魔王的那個火焰啊 在這個九紅加進後放兩次必殺技 魔王就會一直放不出大招 所以說就完全不會有這種 可能突然之間有人開大沒有 這個連接沒有連好 然後女妖突然就開了那個防護罩之類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打起來的話 我覺得會 相對來說穩定一些 那如果說你用埃茲這個打法的話 你就是有的時候會不小心 這個埃茲的這個 這個 控制敵人必殺技的這個 十幾點沒有抓好這個樣子 應該是黃金吧 有鑽石喔 那還不錯喔 那 那如果說是盧克雷帝亞的這個打法呢 盧克雷帝亞是用什麼 啊我也不能控制啊 因為盧克雷帝亞 我也沒有 看看 這個是 末日是用這個 看一下我們先看一下老鷹是什麼 老鷹是號角 然後 然後 末日是 末日是死亡之眼 好 那我就這個學學看好了 老鷹是號角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是鞋子 鞋子穿對就好 算算 滿血的這個 滿血應該應該大家都亂穿吧 看一下我沒有滿血的帳 好沒關係 然後既然老鷹是號角我們就照著擺 把誰的號角拿過來勒 這幾次都是有用的 塔西好了 最近反而不常用塔西 因為現在沒有在推圖 那我覺得 用老鷹的話應該是要他的這個被動技能吧 好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這個老鷹跟這個 老鷹弄好了 然後 還有一個主角 抱歉抱歉 還有一個主角 最重要的主角 雖然說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九紅家具 但是我至少有一個三紅 然後那個裝備不怎麼樣 好但沒關係 反正就是 一樣畫葫蘆看看說差多少 神王之眼在這個地方 裝一隻比較沒有在用的 幾乎都有在用 納格露露好了 好這個樣子 我們來照著 第一名的大大白白 看 額 這個 盧克雷蒂亞末日 老鷹熊熊雙子 好 盧克雷蒂亞 盧克雷蒂亞 然後沒辦法那個只能用我自己的末日喔 然後 老鷹熊熊 雙子 好這樣子行不行呢 開了第1次大 第1次大 哇 女妖進入免疫 馬來西第2次大 第2次開起來了嗎 差不多囉 好然後 這個時候呢 基本上已經不用考慮說這個 女妖會 會控不住了 因為這個 九紅的這個 盧克雷蒂亞 他一定是近身在這個 女妖身邊拚命打嘛 所以說這個女妖 就會不斷的受到火焰的傷害 然後就會不斷的這個 被這個火焰碰到 然後就無法使用必殺技喔 那但是我的 我的末日不怎麼樣了 所以我覺得 不知道耶 好看看這樣子傷害如何 哇老鷹死去了 老鷹死去了 這樣子是多少 10億嗎 12 13 好這樣子效果是如何呢 看一下 差了 差了多少 個十百千萬 十萬 百萬千萬 億 差了十幾億 但是 好像沒有差那麼多 所以說這個 或許也是一種打法 但我覺得末日應該還是最重要的 好那不管怎麼樣 還是感謝這個 Ghost借我這個 九紅家具的這個盧克雷蒂亞 可以讓我這樣子玩喔 不然再試一次好了 再試最後一次好了 我的這個帕帕雄 其實練度也不是很高 然後當然老鷹也沒有啊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只是說打出來傷害沒有 就是 比我想像中的好一點 我想說這個 九紅跟這個 三紅的這個末日 差很多 好但是沒關係啊 我以前都是黃金檔的 現在有鑽石 我就很高興了 自從有了那個末塔斯之後 我終於可以看得到鑽石了 我以前真的是黃金 而且是黃金 四五那種喔 黃金一我就很高興了 好像 好像還沒有很穩定啦 可能是末日的練度不夠吧 所以以我現在來講說 我可能還是用這個 借九紅的末日 比較實在喔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